独立思考 新视角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这一期节目讲一下就是由于南京疫情的一个扩散 导致全国各地呢是出现了新一轮的疫情 那这次主要是讲的北京啊 我这个新闻来源是来自于某浪啊 就是北京初步判断确诊密接人数已经是到了654人 7月29日呢在北京新冠病毒防控这个工作组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 这个是第227场了 这个疫情呢没有得到多大控制 但是这个发布会呢就开了不少了 北京市的疾控中心这个领导表示 各相关区和部门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防疫防控措施 实际上就是封闭小区啊 就还没有封城啊 只是部分地区封小区了 这个就是中国惯用的这个防控措施 其实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在中国那个因为疫苗确实不行 相关的这个流行医学调查呢 基因测序以及管控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是654人 可以说这个人数相当多啊 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这个判定 之后这个人数应该会往上走 至于走到多少就不好说了 目前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其他的密接人员正在核实当中 可以说这次南京的疫情比之前广东的疫情要更加严重 就是南京地方政府对这个疫情的防控是完全没有做到位 导致他们这个疫情是很快的扩散到了全国 包括北京湖南四川都东北甚至到了新疆啊 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网上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一个上海的旅行团到新疆之后是被整体隔离了 然后隔离的地方非常的偏远 就是说实话就是被隔离到那个集中营里面 他们把那个视频拍到拍摄之后呢 是放到了网上 因为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隔离的那个地方啊 房子是那种整齐化一的 估计之前呢是做集中营用的 那么临时被征来做他们的这个临时隔离点吧 现在北京的东城区的一些地方已经有这个封闭管理了 变成了那个中高风险区 中国防控这个防疫措施呢 还是这个老套路啊 没有什么新意 就是发现这个病例之后呢 是全市进行或者是全省进行一个核酸检测 然后就封闭小区管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之后就等下一波疫情到来之后 然后周啊 复始啊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像英国这边 我们这边已经完全解封了 虽然还有病例的增加 但是不会说什么 一个城市所有人去做检测 这种所有人做检测的这种方式啊 是既不科学也不实用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就中共就特别喜欢搞这个 这些东西啊 客观的讲啊 就是不管你是打中国疫苗还是西方疫苗啊 都不可能做到一个百分之百的保护效力 但是你的疫苗啊 至少也要这个八九不离十吧 像中国的疫苗可以说这个保护力非常的低啊 可能就是五成左右 可能五成左右都没有啊 其实和打这个生理盐水没什么区别 就是光靠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 说不定都要比这个中国的国产疫苗质量要好啊 那么之后中国哪个地方还会爆发更新一波的疫情呢 这个真的不好去预测 几乎可以这么讲 就是任何一个其他的省份都有可能爆发更新一轮的疫情 目前中国的疫情啊 就是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啊 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 此起彼伏 前赴后继 甚至还有一点你追我赶的这样一个架势 好了 很感谢大家把这个视频看到现在 如果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